第一次到意大利總部 法拉里總部就跟他說 我要做中國代理 我要將法拉里帶來中國 將跑車文化 將法拉里1993年帶入中國 全世界人都覺得很猜熱 中國可以賣法拉里 中國人有錢買法拉里嗎 這個在世界性的迴響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接著有很多意大利品牌 穀裝的好 首飾的好 皮具的好 這些車子品牌陸續在中國登籠 當時最擅長的就是一部大哥大 人們都未想到開一部名貴車 尤其是三部法拉里出來 我入中國賣這部法拉里 找那個客人就一定不是國企 我找一個民營給業家 找一個民營給業家 買到一部法拉里 這次代表中國的消費者站起來 因為剛剛好 25周年我也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可以做回紀念這個很有意思的利潛碑 所以我花了幾個月時間 找一部93年製造 紅營號 外籠和外式車身 都一模一樣的348 DS 作為一個國際的拍賣 將款項可以捐給一個慈善機構 我覺得法拉里是代表一種精神 這個精神是正義求精 做到最好和盡善準備 中國法拉里政府這件事我真的不甘當 但因為我帶法拉里進入中國 這20多年來發展法拉里的事業在中國 或者他覺得我的武功都有龍 所以真是多謝他們老叫我